好 又来到我们的石雅如的音乐餐桌单元 在我们今天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 长笛家石雅如老师 雅如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雅如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波兰 那记得在前几次节目当中呢 我们介绍的就是 在波兰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呢 就是肖邦 还有跟肖邦相关的一些景点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波兰的首都 就是华沙 对 华沙 华沙这个地方有一个很 特别的一个传说故事 就是华沙这个名字由来了 传说中呢 就是有一位名叫瓦尔的这个渔夫 然后他在维斯瓦河捕到一条美人鱼 那渔夫就把这个美人鱼带回家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美人鱼就请他 就是请求这个渔夫 让他重回到这个河里面去 那渔夫就答应了他 那此后呢就越来越多人呢 到这个维斯瓦河两岸去定居 形成一个非常繁荣的区域 那渔夫瓦尔就是瓦尔 这个也娶了一个美丽的太太名 叫沙瓦 那沙瓦那就瓦尔沙瓦 就变得是夫妻名字合起来 叫做华沙 所以华沙的由来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华沙 旧城广场这个地方呢 就刚好就有这个美人鱼的雕像 那这个华沙的这个世辉呢 中间也刚好就是这个美人鱼 也就是华沙成立成 命名为这个名字是 由来是由这个渔夫 而这个美人鱼呢 就是形成这个繁华都市的一个 变成是世辉的一个标准这样子 所以这个老城广场里面又有一个 这个又称为市集广场 就是它这个中间这个广场 旁边都会有很多的 就是咖啡厅啦 餐厅然后在这个地方 那中间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美人鱼雕像 那这个雕像好像它两手各拿着不同的东西 对它这个雕像 就是建于1855年 那它高2.5公尺 那这个女子呢 就是上半身是裸露的 那下半身是鱼尾这样子 右手是举着一个一把剑 那左手是一个盾牌 然后它是有点像是迎战的这个姿态 跟哥本哈根的这个美人鱼 亲美的坐在石头上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那纳粹侵占波兰期间呢 为了就是人民要保护这一座雕像呢 就先把它拆卸下来 就把它藏起来 这样子就掩埋 掩埋在那个土里面 然后之后呢 经过这个精心保护 这个战争呢 就没有破坏掉这一个 那为一个雕像也要这样子这么麻烦 所以说有很多时候 雕像都比我们这个人的精神象征 还要有具有意义 之前是肖邦的雕像 不要被战争呢 摧毁 那所以他们也保护那个雕像 这样子 那现在又保护美人鱼雕像 所以现在看到的 华沙旧城广场的这个雕像 就是 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对 哦真的 那非常不容易哦 对那这个广场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兵雕像 一个小小兵的雕像 这个是1944年华沙起义的时候 就是这个战争很激烈 那死伤非常惨重这样子 连小孩子都要上那个战场 这个小孩子呢 就是他在8月8日的时候被杀害的 8月8日父亲节 只有13岁 那在这个雕像后面有一个匾 就是牌匾呢 他后面就刻着 就是说华沙儿童的一首流行歌曲的这个歌词 那这歌词的意思就是说 华沙的孩子 披挂上阵参与战斗 用我们的鲜血捍卫城市的每一块石头 是 我觉得这很残忍哦 战争 连孩子都要上战场 对所以这个华沙真的是有很多历史 还有很多很特别的故事在里面 那聊到这个华沙旧城广场 在周边呢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美食 对啊 这边呢都有一个 每一家餐厅都可以吃得到的 叫做猎人炖肉 那猎人炖肉是 波兰的国民菜 反正它就是 波兰家庭很常见的一个料理呢 它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卤肉饭的那个 这样子哦 对它看起来有点像这样子 就是它就是肉啊 然后它跟酸菜一起去煮 所以其实是蛮开胃的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肉 肉是跟酸菜 对 其实应该也有吧 炸菜肉丝面啊 然后什么 上海菜饭就是菜跟肉这样子 但是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啊 然后它上面就是肉的颜色看起来 真的很像 很像那个乳肉饭 哦 它也就是那个绞肉是不是 对 它就是肉片 肉片 肉片 那它这个是 就是以前猎人出去外面打猎的一个主食 嗯 对 那它就是配上这个肉啊 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其实是蛮暖心暖胃的 有驱寒的效果 对 所以去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广场周边任何一家餐厅都可以点这样的菜来吃 嗯 对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也很特别哦 是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电影的音乐跟波兰有关的音乐是不是 对啊 我好喜欢 总体来讲 这个波兰所有的音乐都是让我觉得着迷的 就是 波兰的音乐就是 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情怀 因为又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大战哦 嗯 那 嗯 你像战乱会造成人民心理的一种冲击 那这种就反映在很多在文化 在艺术 在音乐的这个领域上面哦 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首曲子是 呃 基拉尔的这个 呃 这个曲子 它是华尔兹来自电影这个麻风这样子 嗯 那基拉尔是呃 波兰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影配乐的一个作家啊 他有到法国巴黎去深造是跟 纳迪亚布朗热就是纳迪亚 呃 布朗学 嗯 那学习 那他有跟他学 那他后来也有得到 莉莉布朗学 呃 莉莉布朗学是纳迪亚的妹妹 嗯哼 这是两个女法国作曲家 哦 那莉莉布朗学她的 她是有得过那个罗马大奖的 嗯 所以那这个这个我们讲这样子来想 就是知道说这个基拉尔 他其实是非常的呃 获得荣获很多的一个作曲的奖项 嗯 那其中一个就是包括这样子的一个奖 还有波兰作曲家联盟奖啊 嗯 波兰文化艺术奖 嗯 那第一首这首曲子呢 其实是来自于电影故事 麻风这部电影哦 嗯 它是有史以来第三次拍摄 海伦纳 姆尼斯科特纳的这个著名的 呃二次世界大战的情节剧 嗯 然后这是一个关于一位大亨 还有一位可怜的贵妇的一个 不是很愉快的这个爱情故事 哦 由耶日霍夫曼指导的影片 那这首呃 华尔兹呢 呃 是波兰婚礼里面很热门 就是会去 会去放这首 对对对 华尔兹 你听了你就会觉得好喜欢好喜欢 对 那充满着这种 呃 呃 有一点点文化背景革命的这种感觉的 华尔兹 嗯 呃 就是跟斯拉丰民族比较接近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曲风 好 我们来听听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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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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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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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